被罷免的烏克蘭總統阿魯科維奇 在俄羅斯舉行的記者會上說 烏克蘭的危機是西方縱容示威者所造成 烏克蘭的安全負責人說 如果受到直接侵略 邊防人員將會採取適當的措施 在委內瑞拉由學生領導的 反總統馬杜羅的示威爆發衝突 警方試圖使用催淚瓦斯 驅散反政府抗議人群 在伊拉克 巴格達主要12派地區發生炸彈爆炸 至少有30人死亡 中國南方的工廠正在為 世界杯足球賽主辦國巴西 大量製造國旗 大量製造國旗